这次特别邀请到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和Amy一起做健康便当 欢迎我们的王署长 大家好,我是国民健康署王英伟署长 今天非常高兴到丁里的四任厨房 来,我们一起准备我们今天的我的餐盘 因为这几年来,国健署有在推广我的餐盘 我的餐盘主要就是要讲我们的均衡饮食概念 就是结合在我们的每一餐里面 所以我特别就设计了鸡肉豆腐排这一道料理 它可以将我们一天所需的食材种类跟份量都包含在内的便当 那请问一下署长,什么叫做我的餐盘呢? 我想我的餐盘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均衡饮食的概念 那它把我们一天的六大类的食物在我们的一个口卷里面 所以它包括说我们每天都要喝早晚一杯来 再过来呢,每天都要吃水果 水果的够大呢,跟我们的拳头一样大 再过来我们要吃青菜 青菜呢,要比我们的水果要多一点 再过来我们吃饭 饭的量是多少,跟我们的青菜差不多大 再过来我们可能是蛋白质 蛋白质呢,有不同的蛋白质 可是很重要呢,我们知道是豆、鱼、蛋、肉 再过来我们大概是多少的蛋白质才够呢? 大概是我们一个掌心那么大 那我们就说每天的坚果量也是很重要 那每一餐的坚果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我们大拇指的上面这个部分 大概是一茶匙 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一天六大类的食物的均衡饮食 这是我的餐饭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料理了 那今天请我们的署长担任我的小助手 很好,没问题 那我们先来做鸡肉豆腐排 那今天会使用到的就是会有鸡胸肉、豆腐 好,那这个鸡肉的部分我今天会用手 手工把它切碎 因为会方便待会我们要做成就是 豆腐排的时候它口感会更好 所以先将鸡胸肉先吃下来之后 直接先切碎 这个时候我们将鸡胸肉就把它剁成细碎状 先将鸡胸肉放上去 豆腐很重要耶 豆腐的蛋白质非常好 而且脂肪不多 而且在我们的那个口感里面 豆腐是第一个摆在第一位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你不光是吃鸡肉或吃其他的肉类 我觉得搭配这个豆腐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餐盘更营养均衡对不对 对对 我们今天会用到有煮熟的火锅丁 这个 对 把它加进去 还有毛豆 豆 看起来是不是颜色都好 很漂亮 然后是不是也才一样很均衡 而且小朋友可能就蛮喜欢吃的 这样有多颜色 嗯 那今天的份量是因为有贵瓶来嘛 准备了两能份 所以我拌匀之后 我们做一下简单的调味 那鸡蛋的话呢 我们将进去 因为今天是两能份 所以我是放入就是一颗鸡蛋 如果一个人的话 它就是半颗就好了 这我们蛋白子里面有豆腐有蛋 有肉 有三个都加在里面 对 好我们来开始来煎鸡肉豆腐排咯 首先锅子呢 要先将它中小火热过 然后我们这一道不用太多的油 好这时候先下锅 所以火候呢 可以要中小火 因为我们要有鸡肉 一定要煎熟 因为我们有加入鸡蛋 所以它有帮助所有的材料 有一个粘合的效果 好 直接 它是不是就是有凝结了 对对对 然后稍微可以把它压实一下 只要煎到两面变成金黄色 我们就可以起 接下来就来准备我们的配菜 那今天选择的就是青江菜炒鸭 那青江菜是我们现在季节盛产的 所以我今天就准备了这个 菜喔 我们的口角里面 菜要比拳头大一点 可是呢 如果多吃一点青菜更好 更棒 青江菜是很好的 哇那太好了 很好 那我今天还有准备就是要增色 除了有豆芽之外 我还有红萝卜 因为红萝卜很多的大小朋友可能对于红萝卜就不喜欢 我就把它切成丝把它加进去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食材新鲜 其实简单做每一道的菜就会非常好吃 那实际上也就俊衡了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所以我们六大堆的食物都在我们的口诀里面 而且它的分量的比例都在里面 一餐要吃多少 就是按照我们署长所说的这个口诀 你就可以轻松掌握住你的均衡饮食 有点点弹性 青菜脖可以多一点 老人家来讲大白质多一点 那这个红萝卜切好了 所以我先加我们青江菜 那青江菜因为为了要让它的口感比较好的话 今天这个比较肥美一点 我就把它切比较小 可以把它切比较小快一点 菜梗要先下去 炒出来的话就会比较鲜甜多只好吃 好 接下来炒第二道我们的配菜 就是青江菜炒豆芽 那首先呢 一样我是热锅了之后呢 加入少许的油 加油跟煮这个红萝卜很重要 因为它红萝卜里面的指纹性的维生素 有油加进去以后它比较可以出来 哦 现在有闻到它香味了 对不对 再下锅 好 这时候果喉 我有再把它转稍微大一点 然后像我们这样炒 它蔬菜它的水分都会出来了 其实我们这样炒 马上会吃得到蔬菜的甜味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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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豆芽菜 我们今天还有用到豆芽菜 蔬菜梗的部分 我们炒软了之后呢 将豆芽菜下锅 然后因为这个豆芽菜也是很快就可以炒软 然后这时候就是青江菜的菜叶的部分 那我们就下锅了 好 会用到少许的盐 最后我们会加入一点芝麻香油 来自芝麻香油一点点 哇 好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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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江菜炒豆芽完成 厨长 麻烦帮我们复习一下六字可学我的餐盘 这个是早晚一杯奶 好 那我先装我的 好 那一杯奶大还是多少 240 240基辛 那这时候我也来倒一杯 因为我要做我的便当 所以我准备带回去的 哇 直接可以带回去哦 240 水果要拳头大 这个好不好 我这个吗 橘子 你有没有看到 就这么大 哦 所以男生跟女生拳头不一样大 水果跟拳头一样大 再过来呢 青菜比水果多一点 青菜比水果多一点 那我要夹 我要夹 我要夹青菜 还有呢 我们的饭跟菜一样多 那你先用饭 好 谢谢 好 那我饭 好 饭跟青菜一样多 好的 那我再用青菜 好 那我先加我的饭 好开心哦 最开心时刻就是打饭 哇 这个有加了植米好香哦 这个饭 这植米哦 它的乳腹 所以它本身的营养就比较丰富 它的八金素啦 还有其他的线纹都比较多 我这个菜已经比我的拳头多一点 大一点 好 那我这个有比水果多一点 可以哦 这个青菜 好 好 好 那这个青菜就包给我啦 因为书长有说青菜可以多吃 这样口诀很好记耶 所以这个感觉上就是 对啊 颜色也很好看 然后分量也刚刚好 那这时候还会有哪一道我们还可以加 还有我们的蛋白质 我们的肉 豆 鱼蛋 肉 我知道 我有背起来了手掌心 可是今天看起来分量比较多是因为 嗯 我有使用的比较多种 就是鸡肉 豆腐 还有毛豆 红萝卜 所以它分量看起来会比你单纯的这个 鱼跟肉的分量比较多哦 所以大家要记得哦 就是如果你是单纯的鱼跟肉的话 就是手掌心的大小 那这样我们一人两片 好 太好了 那我们比较漂亮一点 妈可以吃一点生菜 我用生菜铺底 然后再加上 加上这个 谢谢 哇 谢谢 那这样感觉没有好好吃哦 我的青菜 你的青菜来 青菜多一点没有关系 哇 青菜多一点 哇 所以青菜有饭 有豆腐 蛋 鸡肉 还有最后我最爱吃坚果了 我们结果要是多少呢 我们是一茶匙 大概是我们的这个 大拇指上面的部分 所以我帮你给一点 哦 好 就撒在我的菜上面 所以这样一茶匙就对了 所以本身是一个我的餐盘 它基本上是一个 具体上体质的一个概念 把六大类的食物 放在我们每天的每餐里面 所以今天包括我们的便当 或是我们平常吃的 今天谢谢我们的署长 就是将我们带来 这么棒的我的餐盘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餐盘 我的便当 哇 圈韩语食 圈韩语食 早晚非来 好 谢谢大家 对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